LAYO 了事件以天天用客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伯格地人 這場比賽是TD的符文石群 好,這場比賽是天梯以及沒有的符文石群 來看一下MBL這邊選擇的文明是波蘭人 波蘭人的特色是他的大莊園爬邊 撒下農田之後可以立即採收食物 波蘭人後期的主力是他的騎兵單位 可以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重裝騎士只要30塊錢的優勢 波蘭人本身也可以打強武、戰武、馬攻 都沒有問題,缺點是沒有火槍 所以上帝王時代時沒有辦法遇到對方的步兵 或是駱駝之類的進行快速的火槍反擊 他的槍兵也只有重裝場槍兵 所以遇到駱駝文明是真的難受 波蘭人也可以考慮轉劍勇 或是戰錘兵,反制對方游侠或駱駝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伯恩帝人的特色 伯恩帝人的特色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研發經濟科技 一級農田跟一級伐木都可以在黑暗時代研發 而且還有擁有折扣的效果 所以伯恩帝人經濟也算是一個很好的馬國文明 那他後期的游侠也是速成最快的文明 因為他的馬舊科技都是半價的 所以他不管是要點大落馬或是要點游侠 都是超便宜的 而且城堡時代就會研發重裝騎士的關係 所以上帝王時代時候可以直接研發游侠 還不用再去等待重裝騎士的研發時候才可以跳到游侠 所以伯恩帝人的游侠速成很快 但缺點是沒有品種 所以游侠血量會稍微少一些 那伯恩帝人後期的火槍火炮還有外增上效果 所以後期轉游侠配火槍火炮 或是大落馬火槍火炮 槍兵都是一個很好的後期組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 這邊的地圖是在左邊 下面這裡有一塊 兩塊黃金的位置 比較尷尬一點 那如果可以把中間拿下來 可能就還好 這邊插一根堡 或是這邊插一根堡 或是直接在這邊插堡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重點就是 你一定要這邊插個堡才行 不插堡 這三個礦直接是死去了 一旦死去之後 巴拉斯要反打就會很痛苦了 好那這張地圖是符吻石群的關係 所以木頭是看起來很多 偏好圍的一個地形 後面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這邊再圍過來 或是這邊直接圍到底 或者可以考慮一下 好那MBL這邊的黃金位置 是在這裏 果子在前面喔 這個就是 玩波蘭就不想遇到的事情了 果子在前面 好這邊這種鬼也好 離譜了一個城門 方便出入 好後面這裏鬼到底 MBL這邊真的是天圖啊 這邊直沉上去也沒問題了吧 ok 超級天圖開 看到了嗎這個黃金 超級舒服 黃金 石頭都在裏面 就只有果子偏靠外側 但果子這邊也是圍得很好 這是什麽 MBL 要搞屍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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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波蘭人呢 這個文明很特別的地方是 挖石頭會慢慢產生黃金的喔 所以也是四季帝國裏面喔 最不傷 挖石頭傷經濟的文明了 傷經濟呢 通常都是因爲 石頭本身沒有辦法產出什麽 像點出經濟加持科技啊 或者是可以拿去買資源啊 畢竟你把石頭拿去賣掉再換黃金 再去黃金拿去買落戶木頭 本身來說就是一個傷經濟的行為 所以 挖石頭傷經濟喔 這一點這個觀念喔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但波蘭人喔 本身就不是那麽傷經濟的 好這裏武村出來 想要嘗試進攻 插了一根箭塔 不想讓補個地人經濟比較好 那後面呢 拉了四隻村民去 採礦 好讓這個石頭慢慢採集起來 這邊嘗試想要打進去 那這裏補了三個木牆 就暫時把這個洞 哎呦這個洞可能很快就爆了 這個好像沒有在射耶 這個到底是什麽在射防 房子 哇靠MD了好像沒有點到這個木牆 好進去了 趕快繼續插箭塔才行 好趕快敲 先敲中間這個木牆吧 木牆先敲如何 稍微微一下 避免人家第一房子出來直接敲箭塔 好不問題的人 這邊是想要為死上職程 這裡趕快蓋四級 冰宮場 木頭不夠 原來蓋了很多房子 好四級敲了 冰宮場 還差二十木頭 放下 可以了 敲敲敲敲敲 這裡又再敲了一個 這裡要再補一個房子才行 好補一個房子 把二十這邊防守做得不錯 該做的細節都做好 來看一下MBL家裡 MBL家裡 現在是四個人採礦 好可以慢慢產生黃金哦 這邊採石頭就可以升城堡石袋了 MBL這邊則是 趕快要去撒農田才行 一農一木都點下了 但是巴斯準備要直層上去 沒有在care你在打我家的房子 反正你待會進來會遇到我的TC 你敢從我的TC走過來就算你狠 但是你一定是不敢啊 畢竟走過來當然是賊虧的 好這邊再補一個房子 再稍微擋一下 再繼續圍 好MBL看到TC之後 應該是沒有打算要繼續進攻了 但這村民有點危險哦 然後被抓 直接拉回家 這裡這個洞 還沒有圍好 欸這裡想要關本獸 但是沒關到 肉麻走得出去 可惜了巴斯 好這邊走進來 稍微繞一下裡面的 經濟狀況 跟資源點位 好現在巴斯的點位是真的爛啦 兩個基因都在前方 連這個石頭也是 沒有辦法 這個地石頭 唉唷 這裡居然還抓到了一隻殘血的村民 MBL這個手術有點狠 好那現在城堡時代還有一分鐘 MBL這邊繼續嘗試推了進來 又蓋了一根劍塔 房子快要蓋好 這裡70K卡綠拉村民過來打架 因為這根塔並不是連環塔 而且現在沒有一擊射的關係 這個塔是沒有辦法收到上根劍塔的保護範圍的 好右邊兩邊肉麻在互相追逐條戲當中 你追我啊你追我啊我追你啊我追你啊 好這個就是肉麻風劍時代的一個浪漫的畫面 好非常的浪漫 兩匹馬互相追逐 你追我啊我追你 右邊這個村民想要出去搞點事情哦 要來開TC嗎 好過來開TC 開上面這個位置 好把這個肉麻解決掉 房子趕快補工程器製造所 好二級農田沒有先研發 而是先去蓋TC 好要是中間這可以蓋一根城堡 就可以直接拿下這四根劍塔 好 MBL努力蓋塔 希望可以空到一點黃金 但這根黃金只要到右邊這裡挖就行了 並不是那麼的嚴重的事情 好後面直接補了一個彩晃地 在你家開始挖礦 你的礦就是我的礦 我現在有這些城堡做防守 你只能到上面去挖石頭 那不然是這邊石頭開挖 應該就可以解掉這一坨的卡工公式了 好MBL這邊也點下了城堡時代 一級色眼睛研發好 那這邊MBL的時候要思考事情 要不要待會點個大學 點個防禦劍塔 或者是要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去跟對方投石車互丟 或是要轉衝車準備來防守對方蓋寶的一個意圖 不管怎麼說 MBL如果都要做這些瘋狂壓制的話 經濟上來說一定是不如Balance 可是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Balance這邊經濟雖然現在很好 但是待會波蘭可能會稍微落後 那如果波蘭這邊不走強攻路線的話 那MBL就有機會反超Balance這邊普攻地人經濟了 好 普攻地人這裡並沒有點下二級伐木 這個是因為沒有田的關係 所以要趕快撒田 好房間也不是那麼夠 兩台投石車慢慢砸了出來 MBL終於蓋下了自己的工程器製造所 好有工程器製造所了 終於能夠順利出去 好趕快走趕快走 好城堡埔在了上方 看來要走一個馬上清裝兵 好我們繼續砸 先把這些圍劍租掉 不然家門口實在是有點醜 好上方圍好 六刀也補下 MBL 現在點下二級伐木 巴蘭斯沒機會點 欸看到洛瑪過來馬上補了一個防射 OKOK打得非常的小心翼翼 好現在只剩下這邊有劍塔了 這個前置的工程器製造所 反正現在顯得沒有意義了 畢竟他這邊前壓的關係 經濟本來就不是那麼的好 要按一個投石車出來也是費了個大禁 所以這邊還是先轉農吧 轉農步驟強攻比較保險 畢竟波蘭人的經濟是特別好的 然後開農的話通常不會落後太多 那伯母帝人這邊是選擇了一些輕裝兵 稍微克制一下這邊落馬過來的騷擾 哦 抓到了哦 完蛋 這個僧侶倒了 尷尬 剛才剛說完用輕裝兵去防落馬 結果馬上就被抓到了僧侶 好巴蘭斯這邊要趕快來撿生物 投石車趕快拆掉這個維劍 現在僧侶過來招翔七裝兵 一下沒有死 第二下拿下 僧侶全抓掉 ok 兩隻僧侶順利的拿下 僧侶第三隻出來 逼退了巴蘭斯 好 兩邊的經濟可以看到 波蘭果然是經濟 只要回農就可以搖搖臉先 但如果進攻的話 經濟一定會落後巴蘭斯這裏 但是巴蘭斯這邊 經濟向臺斧這個二級伐木 好像有點為死一晚 二級農田也沒有補下 好 那這個時間點是可以考慮補二農的 這裏買了兩百食物 為了不斷村 這裏很多臭命老正在買這個 就在挖礦 感覺好像要拉些臭命去採木口才行 好這根劍塔趕快拿下 臭命趕快修理 現在MBL 開始轉兵 轉的是步兵鎧甲跟護衛技術 增加步兵的防護力 跟移動速度 打得好像是戰錘兵哦 戰錘兵成型 打波蘭蒂 馬上清裝兵 效果還不錯 因為這個戰錘兵造價便宜 而且有破防效果 本身步兵的血量是偏多的 就是滴血啊 但是攻擊力偏少 所以一定要多打個幾下 讓對方的鎧甲歸零哦 這個戰錘兵的傷害才會比較好 好 那我是覺得 世紀帝國現在都有這個 步兵的破甲的單位了 那是不是 弓兵也來蓋一個 沒射一下 會減少一點防護力的效果的兵種 可能是未來世紀帝國DLC文明 會出的新文明也說不定 弓箭有破防效果 慢慢一點一點的扣 雖然我覺得一一不搭就是了 現在這個弓箭都是一整發一整發射下來的 像亞美尼亞的復活弓箭手 直接破甲可能一一更搭一點 那如果步兵一右的話 那騎兵是不是也該來一個 可以破防騎兵的這個特殊單位 感覺挺有趣的 好 馬上青裝兵上來 第1 這個僧侶在著想 不想讓對方招過去 選擇了自殺 巴斯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MBL也是 兩邊都是點王帝王時代之後 點了手推車 經濟都是做得非常好 MBL這邊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動火技術 好 下方的青裝兵衝了進去 這一波MBL瘋狂在圍家 就是不想讓對手溜進來 這波微微的很好 但是可能要被打出洞來 後面有村民在招搶的關係 沒有辦法讓村民的順利 去蓋好 這些房子 好 青裝兵衝了進來 MBL家裡現在只有戰錘兵 只有戰錘兵該怎麼辦 跑得慢 好 但是還好 這裡馬鎧還沒提升好 只有一擊馬鎧 現在提琦射起來還是有點痛 好 用招搶到的青裝兵 加上自己的清洗兵 解掉了投石車 但是後面嘉莉農田 以及一片狼藉 巴斯很清楚 突然這邊最需要的東西 就是大莊園 直衝大莊園 其他地方都不管 不管你的礦點 或者是上面的黃金 看著大莊園 就是直接往這邊衝就對了 確實也是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抓了15村友 好 正面的戰錘兵加上弓兵 想要阻止這一波 但是直接被青裝兵 拿下來巨型投石機 這一波我覺得MBL血虧 好 剪下了二級射 轉出了弓兵 強弩依舊點不下 但到學還有45秒時間 好 戰錘兵 還在追 還在追 好 巴拉斯這邊點一下 金瑞三級 二級馬卡也點了 上方戰錘兵 緊追不捨 好 正面的部分 又有一波巨頭出來 青裝兵又來了 來了來了 打巨頭很快 蓄能攻擊一發收掉 好 那目前這一波 我青裝兵收掉 他也順利收掉了巨頭 也換了一些兵力 但是沒有太大問題 家裡的青裝兵還在了 好 戰材兵抓到這些青裝兵 終於拿下了 好 繼續打 繼續打 MBL的村民書 這個巴拉斯現在持平了 但是巴拉斯這邊 經濟卻還沒有辦法 反抄MBL的波蘭 好 MBL這邊波蘭 這個農鐵開始有點傻歪了 好 這裡轉出弓兵 弓兵 強弩 戰極射 化學 還沒有研發 傷害只有7點 好 巴拉斯三級的騎兵鎧甲 終於也要研發完畢 化學也點了 可能是要轉火槍喔 轉火槍來打戰錘兵 確實是一個好辦法 好 下方的青裝兵 開始 結果選擇拉走嗎 沒有要繼續打了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37分鐘 兩邊突然在屯兵轉兵當中 所以並沒有太多大規模的打鬥 好 彈波蘭這邊又回頭轉了戰錘兵 反而是 火砲登場 彈兵又轉火槍 好 這一坨 強弩終於要升級上去 這一坨青裝兵又再次衝了過來 哇 MBL 鐵人心想要控住這裡的野精 好 這個墓區快要挖穿 彈波蘭斯這邊一直在虎視眈眈喔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去打到 挖穿的村民 好 這裡也是一個多線 下方這裡拉了非常多兵來應對這裡 正面的戰錘兵過來 直接被馬桑青裝兵打到融化 三隻僧侶也被七裝兵抓到了移動路徑 也被全部抓掉 OK 森呂全倒 反而是煩惱的森呂也解決掉了 現在兩台火砲開始攻城 轉出了火槍兵 最後還是轉火槍啦 我不轉火槍真的是不行 戰車兵的數量有點多啊 但轉火槍轉太久的話 也要擔心拖欄的攻兵喔 解自己的火槍的問題 所以這邊前線前排 輕裝兵的數量還是要得多一點才行啊 好 槍中直接手點火砲 火砲被點到殘血 前方的戰錘兵用肉身硬扛 馬上輕裝兵 馬上輕裝兵直接大量輸出 收掉了正前方的 戰錘兵 好 下方這邊戰錘直接手撕TC 看你這個TC沒多少人直接手撕 這個攤戰非常漂亮 手撕的速度非常快啊 這個戰錘兵現在還不是精銳 要是精銳更狠 好 現在這個兩棟城堡火力交叉 正在把這些精銳兵 這個輕裝兵一直瘋狂的 輸出 這個血量掉的有點快喔 好 往裡面走 直接撞到城堡死了一堆 弓箭手沒有弓兵鎧甲 三級的 所以射到城堡還是很痛 好 這一頭輕裝兵沒了 但這個城堡也可以順利拿下 巨頭再補個一發 這裡買石頭可能沒有意義 火砲再繼續砸 最後一發 巨頭來了 火砲怎麼突然撤退呢 哇 應該是害怕強弩了 哇 這個沒有拿下有點可惜啊 放他死這邊二級一射 點好了 火砲過來直接被強弩點掉 哇 結果剛剛直接硬開砲 好像拿他城堡比較帥了 現在被拿下有點虧 再隨便直接手撕巨型頭吸 好 回頭突然反擊 開始在爆水 這些馬上輕裝兵 馬上輕裝兵 寡不敵中 直接被戰車兵打成了 肉...肉...肉馬 正式變成那個... 肉...肉...肉...肉馬餅 好 身體有點餓 OK 現在強弩來到了20隻的數量 後面又有一些動作囉 馬上輕裝兵想要溜 但是這邊動一就是補得好好的 戰車兵直接手撕這個巨型 想要突破防線 當後方的巨型頭是有點危險 趕快再補個房子 繼續讀口 但現在火箱數量明顯不夠 可以阻止這些戰車兵的入侵 後方的強弩也開始往前推進 想要讓這一坨火箱 吃到強弩的傷害 但是這裡氣中兵過來 直接想要抓強弩 但是又進入到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正前方的戰車兵也爭取到了一些時間 讓強弩可以有輸出的空間 但這個輸出空間好像不太夠 後方的戰車兵已經看到送的差不多 兩兵都是送好送滿 你送我我送你 兩兵不送不相識 好 看起來 吾恩敵人 這裡的最後打法 是決定要走火槍 配上輕裝兵的路線 是一個非常奢華的黃金配兵組合 MBL這邊也是 但MBL這邊開始慢慢轉馬卡了 戰錘兵只是戰時的 並不是他永久要打的東西 那這樣很好 護兵攻兵 加上騎兵 三軍路線都有演吧 這就是波蘭的全能型的轉兵哦 好 巨星頭11 這邊囤到了三臺 囤到了進攻 攻城不 不順 三巨頭就能搞定 好 溫地人這邊二級的工兵鎧掌 快要填好了 下房這裡 尾房子來不及 要被溜進來了 輕裝兵又要立大功了嗎 好 但是這個房子又在尾又在尾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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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這邊戰時兵稍微敲下房子 擋一下這邊輕裝兵 一直過來騷擾著問題 好 MBL點好了工程工程師 這波工程有一備而來 好 直接往前 把硬弩 把火炮給B退 強奴怎麼突然停下 在射村民 要是剛剛繼續往前走 這三台火炮可以點掉 MBL錯失良機 反而是讓第一的戰錘兵陷入到了危險之中 後方的火槍瘋狂輸出 已經點掉了快要十隻左右的戰錘兵 但這邊馬上情緒兵好像有機會可以突破防線 到底能不能突破呢 好 這裡聰明趕快修理 現在壓力回到了MBL身上 但是這裡火炮打了一發 想要去點火強弩 但是... 欸 壓得很快 火炮又再次回到了後方 火炮再點一發強弩 哇 這一波點到了很多啊 至少五隻強弩被點掉了 哇 火炮打到了一發 又倒了五隻強弩 MBL這一波有點虧 不然使得火炮傷害高了 有五十點的傷害值啊 好 家裡這裡開始用戰錘兵 勉強開始撿 這些輕裝兵 這邊的部分 馬上輕鬆兵開始往前途徑 抓掉一台巨型投石機 火花這邊再來一炮 又再拿下一個 兩台巨頭 直接入賬四百斤 BALANCE這波打得很漂亮 但是黃金已經歸零 但還好自己有伯恩帝葡萄園 但是沒有點 現在黃金全靠生物產出 上面這塊黃金沒有辦法挖完嗎 好 看起來是有點機會 好 正面的兩塊黃金 好像挖得差不多 現在MBL 黃金數量還是領先 但這邊已經轉戰毛兵 要來打火箱兵了嗎 還是要全部直接投資大龍馬就行了呢 好 最後輕裝兵還是有少量的溜了進來 好 先升一個大龍馬 待會儘管 我也已經點了 哇靠 MBL 這邊轉型很快喔 待會省下來的黃金 可以全部投資在戰錘兵身上 或是強奴火炮 封城器 好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這個強奴剛剛射到一半怎麼突然往回拉 不往回拉 是不是可以收掉這隻火炮啊 這個有點可惜喔 MBL 這一波一直錯失 把伯恩帝的火炮拿下來的機會 好 先來戰毛兵 被火箱打到 被火箱 火箱被戰毛兵打到只能被迫收到城堡裡面 好 後半的火炮 轟轟輸出 這兩臺火炮 吉薩單位有點多啊 兩臺火炮吉薩44隻的單位 好 按大樓馬一出來 火炮地人可能就難受了 好 這兩臺兩隻戰錘兵 把上面的圍堅拆除的差不多 這里戰毛兵直接走進去 送了一排 去中兵過來 想要解巨頭有機會嗎 巨能傷害 一波秒掉 沒問題 而且是金銳馬上清中兵 黃劍的數量所剩不多 還投資了一些給自己的 輕裝兵使用 再次帶一肉馬過來 肉馬還沒有升級大樓馬 血量有點差 只有60滴血 這邊直接為死 不讓你進來 好 輕裝兵 這里再次遇到了危險 大樓馬三級攻 冰冠技術也來了 戰錘兵開通檔前衝刺 但我怎麼覺得好像有點過分衝動了呢 現在MBL 還有3000多肉資源 我直接把肉馬按到底 已預排了52隻肉馬的生產 肉就是多任性啊 支援量也領先對手 博地人12000的支援 看起來 博地人這裡要扛住 破爛大樓馬的攻勢有點困難 自己現在也升級大肉馬 但是製的量已經落後這麼多的情況下 還能繼續走嗎 好 肉馬又來了 這一波火炮 砸掉了一些肉馬 難受了 難受了 所以肉馬直接往前貼 火炮在後方安全打 不是打炮 這個輸出火炮的傷害 雖然打炮算也是正確的 ok 那後方的城堡 能夠擋住這一口肉馬嗎 沒有辦法 Balance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 拿下比賽這裡 MBL這一波大樓馬衝進去 相當舒服啊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MBL拿下所有上的資源勝利 雖然Balance也有3勝5 但是最後還是輸給了MBL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